来清德提出走路白宫说引发讨论 不过他目前有副总统身份 光是走进华盛顿恐怕都有所局限 这次一群网利过境了旧金山跟纽约 但是已经让中国气到跳脚 过境中国侨民在来清德桥宴外抗议 也首都登报动员示威活动 对来清德过境反应很大 看着学者眼中颇具政治目的 这种程度是短暂的一夜 你认为这种程度是短暂的 所以,不为了为了PRC应该选择 但是,我认为,我认为两个人选择 反映了一场 当时,我认为了一场选择 在我的认为,在我认为,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选择 如果台湾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 學者之言這就是中共企圖介入台灣大選的手段 中國對台威脅無所不在 尤其迎來2024大選年敏感程度再升高 內心的此次出訪也無可避免被謹慎面對美中台三方關係 以上是陳俊傑 周遜君在美國的採訪報導